据美国媒体11号报道 飓风米尔顿自9号晚间登陆佛罗里达州以来 已造成该州至少17人死亡 飓风登陆后 总台央视记者探访了佛罗里达州的受灾地区 当地居民反映 断电 停水 缺汽油 给他们的日常生活带来困扰 成为了棘手问题 这里是佛罗里达的奥兰多机场 虽然奥兰多受到飓风米尔顿的影响 在整个佛罗里达来说不算太大 但是这个机场也是在周五的早上 才真正的开始恢复运营 但是大家可以从我身后的行李袋看出来 现在到达这里的旅客 跟往日相比少了很多 那我们就将驱车从这里 前往佛罗里达的受灾地区 虽然因飓风临时关闭的奥兰多机场 和坦帕机场在10号都宣布重新开始运营 但当天两个机场仍然有近300架次航班被取消 现在我们正在从奥兰多机场驱车前往 此次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坦帕的路上 那刚从机场开出来不到20分钟的车程 我们就遇上了严重的堵车 很多从坦帕地区撤离出来的居民 现在也踏上了返回家园的路途 而在沿途我们还看到了不少的工程车辆 跟油罐车前往受灾地区 从机场出发 记者计划前往一个小时车程外的佛罗里达西海岸 但是由于飓风过后 很多撤离民众都着急赶回家 查看受灾情况 路上拥堵严重 记者最终耗时五个多小时才抵达目的地 沿途看到不少被风吹倒的大树 在佛罗里达西海岸 记者看到一家咖啡店店主朱丽叶正在收拾店铺 对于当地居民来说 还有一个棘手的问题是汽油短缺 有加油站经理告诉记者 缺油的状态已经持续近一周 目前当地有一些油罐车 但仅供应急车辆加油使用 此外停水停电也是让当地居民头疼的问题 现在在整个坦帕地区 有超过75%的加油站没有油 而在飓风米尔顿过后 没水没电 汽油短缺 也成为了让佛罗里达居民最为头疼的问题 那在刚刚采访的加油站 大家可以看到是有电的 但刚刚过了几个街区以后 这个地区就又处于没有电的状态了 目前在整个佛罗里达州 有超过220万的用户处于断电状态 而据当地的电力公司介绍说 说想要恢复全部的供电 至少还要失到4天的时间 已经有点了 在这边的电力公司